中国基建取得了怎样的发展 有着怎样的成就 这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 竹子还能用来建造高铁 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具有怎样的意义 近年来 中国基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并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发展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加快了中国基建走向世界的步伐 对于中国基建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而关于中国基建 一直都是不可思议的存在 因为中国总是可以完成 许多难度很大的工程 甚至有一些工程 在大家的眼里 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中国基建敢为天下先 总是会迎难而上 却完成一个又一个艰难的工程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对于提升中国基建的世界影响力 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正是由于中国基建取得了 如此大的成就 这就使中国基建 有了基建狂魔的称号 这也是中国基建进一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然而 关于中国基建的发展 近日也有了最新的消息 而且中国基建 侧次完成了世纪大工程 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 可以说 中国基建再一次惊艳了世界 据报道指出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高铁取得了质的飞跃 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 中国用竹子建造了一条高铁 并采用了黑科技 重庆将开通第一条高速铁路 与万铁路 其上运行的高铁就是用竹子造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突出了 中国在高铁技术上取得的巨大突破 这对于中国高铁的发展 将有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 而关于高铁 中国在这一领域上 可以说是全面领先于世界 且近年来 中国也加快了高铁的发展与建设 这就是中国高铁闻名于世界 现如今 中国高铁的总运营里程 达到了3.79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高铁儼然成为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不管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 都有中国高铁的身影 大大提升了 中国高铁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现在 随着中国用竹子造高铁 这就更加提升了中国高铁的影响力 并对于中国高铁的发展 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将进一步加快中国高铁的升级换代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 对于很多人对中国用竹子造高铁产生了质疑 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成就 甚至还有人认为 中国用竹子修建的高铁质量一定不怎么样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因为中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且经过不断的努力 成功用竹子建成了高铁 因此 这也狠狠打脸了那些质疑中国基建能力的人 他们忽略了中国基建是出了名的不怕困难 相反会迎难而上直至最终实现建设目标 从而达到最好的建造效果 此外 中国基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除了资深强大的实力外 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高铁技术随时都在推陈出新 都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并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 这才会使中国基建取得了如此大的发展 因此 中国此次用竹子建造高铁 也是中国基建不断创新的结果 从而使中国基建可以达到如此高的高度 和取得如此大的发展 那么 中国如何用竹子造高铁呢 具有怎样的优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都知道 竹子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而且在很久之前就是建筑的材料 所看重的就是它的实用性 现今竹子也有着很广泛的使用价值 其也广泛备用于制造输水管道 这也使得其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 中国用竹子造高铁 并不是直接用竹材制成的 而是采用竹材缠绕复合材料制成的新材料 用这种材料造成的高铁 其硬度并不逊色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 并且还可以让高铁变得更加安全和环保 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用竹子建造高铁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通过自主研发的 全新植物复合材料技术 其主要原材料就来源于竹子 因此可以对竹子进行加工处理 从而使其成为高铁建造的材料 以此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竹子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 作为建造材料可以极大减少环境的污染 从而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 而且使用竹子作为建造材料成本降低 能够极大节约建造的费用 从而可以发挥出竹子的最大价值 这对于高铁建设来说也有着巨大促进作用 所以正是由于中国有了全新植物复合材料技术 使其经过特殊的加工后成为一种新型生物基材料 在保持竹子纵向拉伸强度的同时也保证其的硬度 这就是竹子可以很好的作为建造高铁的材料 被广泛应用在高铁建造上 此外 据专业分析 经过加工的竹子具有很强的抗变形能力 竹缠绕复合管道形变超过30%的情况下 抗压强度会不断上升 甚至其还通过了中国国家1万个小时的长期静压试验 从而具有很强的抗压能力 完全可以适用于高铁建设 甚至还可以被用于很多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 通过全新植物复合材料技术加工过的竹子 还可以用于制造管廊、房屋、容器、运输工具的壳体 船只和飞机机身 甚至还可以被用于制造军工装备 有着极其广泛的使用价值 据分析 只需要2500万吨竹子 就可以生产出1000万吨竹缠绕复合材料 使用此新型材料就可以节约4500万吨钢材和2280万吨煤炭 对环境保护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因此 中国的这项新型技术 对于节能环保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竹子作为一种常见的植被 且分布较为广泛 也属于可再生能源 这对于中国在高铁建设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中国可以更好地去利用竹子这项资源 让其可以为中国高铁的发展做出贡献 且由于储量丰富 所以可以被广泛应用于中国高铁建设上 因此 随着中国成功研制出植物机复合材料技术 这对于中国实现用竹子作为高铁建造材料 有巨大的技术支持 且由于其性能较为优越 这也使中国将广泛应用在高铁建设上 这对于环境的保护和节能减排 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所以 中国的这项技术也可以在世界上广泛推行 这对于世界的节能减排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 中国的这项技术 除了促进碳中和的环保效用之外 也能够借着竹子轻盈的特点 使中国的高铁可以实现更快的提速 运行效率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这对于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也是极大的助力 所以 中国在竹子的使用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这对于中国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也将从侧面加快中国基建的发展 此次中国基建取得的巨大突破 也将是世界各国眼前一亮 这对于中国基建的飞速发展 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